一年来,内地电影市场可谓发生了巨变,去年从业者还在为进口分账大片配额提高34部而惶惶不安的时候,但从去年年底开始,人在窘途之太窘至青春,中国合伙人,北京遇上西雅图,小时代等,中小成本电影集成逆袭好莱坞大片成功,新导演也集体崛起,一时看来仿佛电影《江湖》已经改朝换代,不过今年下半年,张艺谋,冯小刚,江文,吴宇森,徐克等大导演都将携芯片归来, 有人回归自己最擅长的题材,也有人进行电影技术的新尝试,还有人将风格化进行到底,尽管年轻导演们潜力无穷,但炮制华语商业巨制的重任依然在这些大派导演身上 毕竟江还是老的辣,虽然可以有人不成熟,但必须有人成熟着,但毕竟观众口味变化莫测,大导演加大制作的模式能否玩得断,还是需要时间和市场检验的 大导演们的新片包括张艺谋归来,江文,一步之遥,徐克,神都龙王,林海雪原,侯孝贤,念尹娘,吴宇森,太平伦,冯小刚,四人定制,陈凯歌,道士下山等 搜狐视频,娱乐播报,整理报道 我是唐大伟,搜狐视频,我看定了